等东华和凤九回到茶楼时 已经临近傍晚 茶楼早已没有人 紫兰和胭脂不见人影 只留婴儿一人坐在桌前 婴儿低头算账 听见脚步声 懒洋洋地说了一句 客官 咱们打烊了 明天请早啊 凤九把买回来的菜往桌上一放 笑着说 不知道掌柜的能不能通融通融 今晚收留我们了 婴儿一抬头 看见凤九 有些惊讶 是你们了 我刚刚以为是来喝茶的呢 凤九问了句 胭脂何子兰呢 婴儿直指里面的房间说 在里面房间 已经好长时间了 婴儿有些无奈 都说有了媳妇忘了娘 现在的情况是 娘亲有了子兰 忘了女儿 凤九瞄了一眼里面的房间 坏笑着问 他们在里面做什么 婴儿鬼笑着说 想必是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吧 娘亲这么多年没见子兰叔叔 肯定是很 这时传来胭脂的声音 婴儿 修耀胡说八道 东华见子兰出来 问了句 子兰 我们来此的目的 可和胭脂公主说清楚了 子兰规规矩矩地行礼说 义军 再给子兰一些时日吧 子兰不敢鲁莽说出来意 怕下着胭脂 于是他没有告知胭脂 此次来凡间寻他的真正原因 东华打开手里的折扇说了句 无妨 以后有的是机会 富儿看着凤九说 我饿了 胭脂听了 赶紧说 我这就去做饭 帝君稍后 何子兰重逢的喜悦让胭脂忘了时间 不觉间就到了傍晚 东华却叫住了胭脂 你们做的饭 本帝君吃不惯 胭脂有些被东华的话给惊到了 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 凤九白了东华一眼 学着东华的样子说 本帝君吃不惯 说完还吐吐舌头 东华挑眉 望着凤九 你有一件 别忘了你家少夫人 凤九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说 得了 我做 我去做 不过你可不可以别动不动就本帝君本帝君的 这里又不是九重天 你摆架子没愿会理你 东华点头 好 本少爷记下了 现在可以去做饭了吗 东华心里觉得 陪着凤九演戏卖萌 倒是挺好玩的 凤九拎起放在桌上的菜 无奈地说 是的 少爷 我这就去做 胭脂跟上来说 我帮你 凤九笑着点头 好 凤九对胭脂这个救命人很有好感 做饭的时间 胭脂和婴儿已经和凤九慢慢熟络了起来 婴儿性格活泼 和凤九的性子有些像 和凤九自然而然就很容易打成一片 等做好饭菜端上桌后 东华往桌边一坐 除了凤九 没人敢落座 凤九看着站着的三个人 有些无奈 你们都站着干嘛 都来吃饭啊 你们别在意某个人的身份 如今他和大家都一样 一边说一边给东华使眼色 东华笑 撸坐下吧 如今是在凡间 大家还是随意一些的好 三人胆战心惊地坐下来后 都不动筷子 凤九见此情景 只能疯狂地给东华夹了一大碗菜 然后塞进东华手里说 少爷 你身份尊贵 不合适在外面用餐 我看你还是去里面吃比较合适 东华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你这样做 良心不会痛吗 这么对你家少爷 你不怕回去被你家少夫人惩罚吗 东华觉得自己很有演戏天分 凤九很意外 东华怎么表情这么夸张 这演戏的水平有待提高 凤九目光似扫了一下 看见那三个刚刚还心惊胆战的人 如今都是在那辛苦地憋着笑 于是一拍桌子说 好了 都吃饭吧 吃完饭我有个大消息要告诉你们 这样一来 气氛瞬间就好多了 几个人纷纷都拿起碗吃起饭来 婴儿终于没忍住 问了凤九一句 凤九 你家少夫人是谁啊 凤九笑笑 不能说 以后你会知道的 胭脂拉住响继续八卦的婴儿说 快吃饭 别吵吵嚷嚷的惹帝君不高兴 凤九又是一拍桌子 紫兰正好放进嘴里的红烧肉 差点掉出来 东华头疼地看着凤九 你又拍桌子做什么 东华心想 这小狐狸是成心不想让自己吃顿安稳饭吧 凤九脱腮看着桌上的人说 以后不要让我听见帝君两个子 听了就烦 你们和我一样叫少爷不就好了 或者叫老爷也可以啊 东华一口拒绝 只能叫少爷 凤九坐着鬼脸说 我就偏要叫你老爷 你能怎么样 东华叹了口气 你赢了 吃饭 几个人也算开开心心地把饭吃完了 之后就是凤九宣布大消息的时间了 当凤九把一张厨艺比赛的报名表往桌上预放时 隐儿身头看了一眼 这个是什么东西 凤九直指桌上的指说 你们可以自己看 当所有人看完以后 子兰问了一句 白玉是谁啊 东华笑 自然是假名 凤九点头 少爷说得对 白玉是个假名字 我给少爷取的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这么说 这报名表是给东华递军填的 东华吻着语气 对凤九露出一个极其勉强的微笑 这么说 你不是自己去报名 而是给本少爷报的名漏 凤九连连点头 是啊 你要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吗 东华有点猛 要说别的什么事 还真就难不倒他 可就是下厨这一项 他虽说活了三十多万年 还真就没有研究过 况且东华 想不通 凤九为什么给他报名 而不是自己报名 要论厨艺 凤九的厨艺精湛 那个第一肯定一如反掌啊 难道凤九还有什么别的打算 东华看了渊智一眼 问道 今晚本少爷在哪休息 渊智站起来说 后面有厢房 就先委屈地 少爷屈尊在那里休息了 说完领着 东华凤九来到了厢房外 渊智继续说 只有两间厢房 所以 婴儿拉着凤九说 凤九 你可以和我一起睡 两间厢房让给少爷和子兰叔叔吧 你觉得怎么样 凤九还没反应 东华就说话了 不行 凤九斜眼看着东华问 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很好啊 东华慢悠悠悠地说 我是怕你夜里踢被子没人帮你该 还有啊 你夜里喜欢说梦话 别吓到 凤九瞪着眼睛 一脸尴尬地打断了东华 闭嘴 谁夜里说梦话了 东华不仅不慢地说 我一直没告诉你而已 凤九有些无措 你 你够了 再乱说话 小心我揍你 东华挑眉看着凤九说 你跟我进来 给我解释解释 你为什么要给我报名 说完拉着凤九推门进房去了 胭脂看看子兰 小声说 现在怎么办 子兰笑笑 不用担心 没事的 我们走吧 婴儿好像明白了什么 原来他们 胭脂和子兰一起做了个虚的手势 带着婴儿离开了 房里 东华恢复了紫衣营发的样子 坐在一旁看着凤九说 你不想解释解释 凤九过来坐到东华腿上 双手还着东华的脖子说 少阳 你还是这个样子最好看 东华笑 是吗 今日我可陪着你演了一天戏 你要怎么表扬我 凤九亲了东华的脸颊 一下说 辛苦了 东华挑眉 就这样 凤九坏笑说 等你赢了厨艺大赛 把那把金菜刀送给我之后 我再好好表扬你 东华把凤九往自己怀里抱了抱说 原来你是想要那个冠军奖品 可是你厨艺这么好 为什么要让我 凤九捶了东华胸口一下说 你当真是块石头 我自己得来的有什么稀罕 若是你得来的 送给我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这点心思你都猜不到 东华猝着眉说 可是 我真的不会做菜 凤九拍拍东华的肩膀说 别担心 我可以教你 还有明天一天时间 我相信你可以学会的 东华笑 希望我不会让你失望 面对小狐狸 东华有时候真的倍感手足无措 凤九起身说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去找婴儿了 东华挑眉说 不行 凤九捏捏东华的脸说 为什么不行 如今你是少爷 我是随从 既然是作戏 就要做全套啊 东华差点吐血 难道你真的让我独守空房 凤九一闪声跑到房门口说 不然让子兰今晚和你一间房也行啊 说完就出了房间 东华满脸黑线 叹了口气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天里昭昭 报应不爽 看来以后 话还是不能说得太满 当凤九出现在婴儿的房间里时 婴儿直截了当地问 你不是应该和少爷一个房间吗 凤九也直截了当地答 暂时不想和他一个房间 婴儿大笑 凤九 你就是那位少夫人吧 凤九什么一笑 你猜 婴儿毫不犹豫地说 不用猜都知道 凤九看了婴儿一眼 笑着说 知道就知道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睡觉了 探索 Did I